第36题 36题37题是体主 老师在课堂上利用各酸钾溶液颜色的变化 来示范化学反应平衡的移动 各酸钾溶于水的离子反应方程式如下 请回答36到37题 36题是问 老师准备了一杯各酸钾水溶液 当时其颜色是固定不变的 接着在溶液中加入一滴盐酸 请问此时溶液中发生何种变化 这在考勒沙特类原理 老师上课教 取有余补不足 多的送人家 少的向人家药 现在我们递入盐酸 盐酸会解离出氢离子 所以氢离子会变多 多了就送人家 所以反应就会朝右进行 颜色就会变成二个酸根的颜色 橘红色 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 请问此时溶液中发生何种变化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平衡向右移动 溶液逐渐变为橘红色 我们下车就会变成三个酸根的颜色